第二次題 下列關於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的性數 甲到幾 上列的性數 哪些現象是物理變化 我們看到了甲 甲是冰融化 融化是三態變化 這個是物理變化 我們看到了以 輪胎破掉 它只是破裂碎裂 輪胎本身的材質沒有變 所以這個也是物理變化 鐵生鏽是鐵氧化 鐵跟氧作用成為氧化鐵 有新物質生成 這個是化學變化 我們不選 紙張燃燒成灰燼 這是燃燒 燃燒是劇烈氧化作用 所以這也是化學變化 我們也不選 那麼物叫做碎基失碎紙張 那麼 我們把這個紙張弄碎了 也是大小的改變而已 本身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也是物理變化 我們要選 糖溶與水 老師上課說過 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是有問題的 但是一般考試 都是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 同時未來會教到 會學到 糖溶與水 糖病沒有改變 所以它是物理變化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極也是所謂的物理變化 看完之後我們就知道 屬於物理變化的有 甲 乙 物 己 所以第二次題問我們說 下列關於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的敘述 哪些是物理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 C 景 家 已 物 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